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4月18号的下午2点24分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行情走势 那比特币的目前的价格是来到了38,900这一代 那这个走势呢是也是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的 昨天那个视频呢也跟大家说了 目前这一波呢 比特币仍然是在存在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当中 昨天呢应该是在40,300到400这一代 然后今天呢是直接有了一波下跌的一个下跌了一个动能 昨天也跟大家说过了 比特币这一波呢是看到那个 这个4小时级别的这个 整理期间的一个下别界这一代 也就是在这个37,500左右吧 也就是这一代 那目前距离目前这个点位呢 应该是还有1500美金到2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 所以呢比特币呢 在这个位置呢仍然是还是会继续去下跌 然后我们就看比特币到达这个相别界这一代 也就是37,500这一代能不能够有效的一个期吗 如果说在这一代能够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期吗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去介入一个 介入相应的一个多单 介入这个多单 多单呢 如果在这个相别界这个位置期吗 那比特币呢 后续呢仍然是会大概率会去触碰到上边界这一代的一个区间 那也有可能呢比特币这一波呢 就直接到达这个5万这一代 会直接去冲到5万 5万的一个水平 所以目前呢 这一代呢 我们就耐心的去等待 等待在这个位置 看能不能够有效的一个期吗 这是希望是比特币能够在这个位置期吗 那如果说它在这个位置 不能够期望去有效的去下破了这个下边界 那么呢 后续呢 可能比特币还是会有一个大级别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好情 那我们在那个下破了下边界 然后去回踩下边界的时候 我们再去介入这个 在这一代 我们再去介入这个空单 那这是比特币的一个行情的措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 那以太坊四小时级别上来说呢 也是在一个整理区间在做 在做一个用心 目前呢 以太坊价格呢 也是有了一波急速的一个下跌 目前的价格来到了这个2916这一代 那以太坊呢 目前来说这个价格跟比特币一样 仍然是会有一波 还是有一个一定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空间 那这一代呢 首先我们要看到这个下边界这一代 也就是这个两千 差不多在两千七百 七到两千八左右这一代 看看比特币是不是 以太坊呢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一个期望 也就是回到这个下边界这一代 能不能够有效的一个形成一个支撑 完了以后能够起稳 起稳的话 如果在这一代期望的话 以太坊呢 可能会再次来到这个三千 三千七这一代 起码要到三千七这一代 那所以呢 目前比特币跟以太坊 都仍然有一定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空间 但是这个位置呢 也不建议 也不建议大家去追这个空单 追空单的话 我们的止损是不是那么好设 而且盈亏比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好 所以呢 比特币以太坊 我们就耐心等待行情 那昨天呢 是给到了大家BNB BNB的一个空单 那BNB呢 这一波呢 是我个人是看它 在这个位置呢 是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头肩顶的一个形态 那昨天的价格呢 是在这个四百 四 多少 昨天录视频呢 应该是在四百一十五左右吧 这一代 那当时呢 也跟大家说了 这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头肩顶的一个结构 然后当时呢 是价格是回踩这个景线的 这个 回踩景线的这一代 那在这个位置呢 是建议大家 昨天呢 是建议大家直接去 介入了这个空单 如果介入的话 那目前来说 我们这笔单子是有一定的一个盈利 那也在此呢 恭喜一下我们跟上的一个朋友 然后这个单子呢 可能B站的一些朋友呢 是没有看到昨天的那个视频 昨天的那个视频呢 拔到B站了以后呢 是那个不知道什么原因 审核没有通过 所以就一直没有拔出去 但是YouTube上的观众呢 应该是会看到这个视频 应该是也及时的去介入了这个单子 那我们这笔单 这笔空单呢 我们就耐心持有 然后这笔目标呢 我们要看到这个 也就是四小时机编的这个下边线这一旦 也就是到 380左右的这一线 如果到380左右这一线 我们可以去检测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对数字货币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解析吧 以上观点呢 其实代表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并不作为大家投资的一个依据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分享 让大家交易有一定帮助到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留言 那今天就像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